北干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日月陶宝 他们也很努力在推动这种逃逸的活动 然后直接塑造到一种 然后会拿出来 然后上一个配方是面粉放酱 那一天我们上床包出来 它会有一个圆虫面的味道 因为是面粉 这一天要 这个画冰 要拿出来做热烧的烧烧 这个时候大概是1800 1880间 OKOK这样可能等一下拍你的车部分的时候 如果这个还在 我们可能会从讲刚才那个步骤 你就直接讲它两者之间的差别 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去掉那个氧气 所以去掉氧气了过后它燃烧 等一下它就不完全了 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火源了 它第一次速烧就只是900度 然后它就是让它一般的话 然后把它淘土然后就放到它干的 可是你还是很容易捏的 然后看咯不同的柚的配方的时候 它双刮的来有些 你看为什么它也是平滑的 不一定各个都有这种效果 如果是说你要讲 因为你讲那边也是有双刮 然后可能你就 你也不用说意思啊 因为刚才我们有拍到 所以你就是讲说 就是你想说有些双刮的 不同它不一定有 这一个有些东西 因为这种在本地可能会不太常见 所以我也觉得很清新 我们本地会有这种东西 来一个艺术本展 这是光明老师 也介绍这些老师 就是因为招待还有细心的讲解 他们在平日也有一些体验课程 可以到他们的Facebook去了解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宜卷 拜拜